佛教的思想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的缘起论 佛菩萨主师大德的解说境 是以气应缘起、无我制为要因 倘若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去警惕 诸行无常、生命为粹 抑郁性解之后、现观之后 从内向外看、忘心的内涵 便是信中所说的如来藏、真如心 从内向外看、清静心随缘的活动 便是所说、便是我们要知道的为事变现 所以你就想到思想观念重要 佛法最主要就是用佛法的思想观念 佛的思想观念来导引众生的 所以你可见佛法为什么三千年来 它绝对不会起什么太大变化 它永远存在 就看我们众生有没有办法去接受 能不能接受而已 但是到末法时期 我不客气讲 末法时期众生要接受 正确的宇宙观、生命观是很困难的 比登天还难 就以前正法、向法时代接受的困难 何况现在 那就算你不能真正相信它 起码你跟它结个因缘也不错 你总有结点善的因缘嘛 结点善的因缘 或者下辈子来你的去处更惨 所以所有的佛教不论大小显密 各宗各派 最后的目的都是要引导人进入涅槃的境界 金刚经曾经说到 所有软生、胎生、失生、化生 我皆另入无语涅槃而肚灭之 正是这个意思 正入涅槃的另一个名词 就是解脱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所有的佛教宗派 都是为了使人们得到解脱 十方新闻 王天伦 陈毅上 高雄采访报道 王天伦